尼巴嫩總理薩亞德·哈里里星期三說 應總統奧欣的要求他將會暫停請辭 哈里里在尼巴嫩獨立日遊行後表示 退遲請辭 以再有時間能與總統進行深入的磋商 哈里里本月初在沙特宣布辭職後引發了一場政治危機 後來他繼續留在沙特 同時有傳聞說他遭到拘押 奧欣曾表示親自與哈里里交談前 將不會接受他的請辭 哈里里在法國和埃及停留後 已在星期二晚間返回黎巴嫩 尼巴嫩瓶 你不更多 現在是想的 請辭職 你不更多 寬佛 請辭職